科医院您好 今天非常的荣幸 您能参加我们学生的毕业典礼 那么今天呢 见到这么多的新的新生力量 你也是作为一位留学生 那么今天能够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的 对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鼓励 那么对你来说 作为一个留学生 你对他们有什么期望和期许 首先呢 我真的很祝贺他们 恭喜他们在加拿大取得的第一步 我们因为作为我本身 我当时去德国的时候 我也是个留学生 我知道呢 在国外学习 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 是很多要客户很多挑战 比如说语言上 文化上 还有经济上 德语比英语还要难是吗 是都不容易 但是今天很高兴看到他们 就是中共成功的走出第一步 首先要表示祝贺 但是呢 他们的这整个这个学习的这个里程呢 还有一大段 这个大学呢 比中学可能还要更挑战一些 但是我也很有信心 我看到他们这么多这种干净 就是勇一可以赶到这个格外来求学 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勇气 我们中国话说了不是猛龙不够僵 来到这里以后一个个都是猛龙好汉 所以呢我希望他们呢就是在这个建核的四两大学 甚至以后的研究生那个整个的这个学习过程里面 就是要专注 因为你是学生 那你的目的就是把学习学好 很多父母亲他们把小孩送到这里 一个是舍不得看不到小孩另外一个从经济上有很大的投入 他们的目的 他们的最终的那个目的就是让小孩能学业成功 然后以后建核在不管在加拿大创业或者是工作 或者是回去创业 那么这个最大面这个年生呢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一个背景 一个教育教育的那个这个这个这个程度 那么真的很高兴 祝他们 然后希望他们四年里面继续努力 然后真正在加拿大好好的把这个协业完成 非常感谢科议员 谢谢 好不客气 谢谢 好不客气